亮哥去大陆不是跟这个 纽西兰华裔主持人三妹 拍了一个Vlog吗 结果绿莹就讲啊 什么中国女子 什么陪唱歌吃饭啊 什么辣妹拌油啊等等啊 那吴子佳董事长还蛮有趣 他跟亮哥也很好 他说什么 他说郭正亮不怕啊 绿莹比较怕他 因为郭正亮看准了 明年两岸关系啊 会中美共管 美国会介入啊 郭正亮不怕 当然就会跳出来轰赖清德 也就是说呢 赖清德现在的抗中 抗抗抗只能够抗到 美国大选前 美国大选之后 态势搞定了 他大概就没有什么 抗中的空间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的立法院 实在是乱到一塌糊涂 这个立委不可思议啊 霸占了这个内政委员会 党下来选霸法 现场还把议事人员反锁 反锁啊 然后呢 这个肩膏筋呢 因为他这个身体不舒服 感冒 他高喊反对乌龙罢民 不要没收民权 场面非常的混乱 声嘶力竭 戴着口罩 看起来非常虚弱 他的这个选民朋友 应该觉得很心疼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阻止现场的混乱 最后呢 他是报病进场 然后在脸书上 大家去看一下 他说民主进步党 已经进化成一个 疯狂的民进党 不断地在讲 这个民进党的疯狂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这一连串嘛 都是从这个 赖清德上任之后的 520开始 有没有 两岸的啦 你看到现状改变 那立法院呢 虽然是一个执政党 但是就是不断地 这个抗争啊等等 大家都觉得刚选完 就是要让羽民休息一下 但是不是 所以这駕駛 你怎么看一下 包括连亮哥 他们也敢黑啊 对 我觉得那个 这样子去黑亮哥 那个人啊 用那种方法 他真的是 蛮可耻的 对 去黑亮哥 那个三妹 我们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 对对对 他什么大陆里 他先 他老公是台湾人啊 是 他老公我们都认识啊 对对对 他每次来台湾 都是跟他老公一起来啊 所以亮哥讲说 他们唱歌的时候 他老公坐下面 对 他老公比较内向 他老公拍的啊 他老公比较内向 所以他不太喜欢上镜头 所以亮哥在他自己的视频当中 解释得非常清楚啊 对 但我的意思说 这让大家闻到一股风向啊 过去说实话 包括介大使啊 包括张将军啊 你们其实都是1450攻击的标的嘛 但大家真的比较少攻击亮哥 为什么他在民进党30年 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亮哥自己有讲啊 对啊 所以现在开始好像也不担心了 这个攻击亮哥 这个刀会射向自己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了解赖清的人 就晓得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因为他的执政的 三把刀啦 他也没有三支剑 他只有三把刀 而且刀很钝你知道 烂刀 他就是国家重建 社会改造 跟心灵洗涤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 你现在批评他 觉得你心灵要洗涤一下 对 他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事实上的话 他这个三条战线一起在走 国家重建 就是每天 照三餐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合 互不隶属 这就是两国论 就是台独主张 对 这就是他每天要做的 另外一个呢 社会改造 就今天这个 从立法院开始 立法院就遍地烽火 我人少我就用暴力怎么样 我们都看过啊 他人数不足的时候 他就用暴力来阻止 任何正常的议事进行 他把议事人员反锁起来 王宏威已经到这个警察局去 去这个备案了嘛 他们以前也这样 以前更少的时候也是这样 可是问题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在执政 他是反对党 他现在执政党 你执政党说实话 你要完全执政吗 立法权也要完全听你的吗 那国家还需要这个 三权分立干嘛 干脆通通归你一个 赖兴德一个人管嘛 你就独裁到底 就做赖皇帝算了嘛 你现在摆明了要 立法院也要听你 照你的意思办 可是问题你又是少数 那你就用什么 你不用民主的方法 民主程序民主方法 他更不尊重 他基本上就是什么 瘫痪 然后使用暴力 然后呢 就明明白白的 公传使用暴力 然后还叫他的这种 他的1450 跑到台面上去包围立法院 他会再搞一个这个太阳花 这只要 你要知道今天 立法院动员 是谁的下的命令 绝对不是他党团嘛 立法院是听他党部的嘛 所以杰大使我问你 党部的主席 现在民进党的主席是谁 姓什么 姓赖 对啊 所以基本上他就在社会改造 对啊 那这个东西你还尊重什么民主 根本没有民主 我跟你讲 这个我认为才刚开始 但是我要问杰大使 就是说他在内部制造 一个又一个的冲突 跟这个街头抗争 是为了转移他在两岸上面的无能为力吗 都有 都有 通通都有 他们就是习惯这样操作 那对亮哥的话 就是心灵洗滴 他要洗滴亮哥 他要洗滴 没有 他要 比如说他先把东森拿出来 对 怎么讲呢 是怎么样 制造寒蝉效应 杀鸡警猴 你们讲话都给我小心 你只要反对我都给你戴个红帽子 没有 我也去找一道帽子把你假帽子给你戴头上 对亮哥这个好 了解民进党 他把亮哥的流量越洗滴越高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说 基本上啦 他们也就这些招数了嘛 对不对 然后亮哥的正义之声 他们受不了了 而且亮哥是最了解他们的 亮哥已经说他要留口德哦 对啊亮哥太了解他们了 所以而且亮哥现在这个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大家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客观 他很少 对他都是分析 然后用这个数据跟事实 来佐证他的观点 所以大家很喜欢听他讲啊 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他就要起敌人心了 所以他都是抓这些 所以就是我跟你讲 赖清德基本上就是那三个目的 他是遍地风火 现在你看他上来 你看两岸已经 这个已经到兵战的边缘 现在在搞什么交战准则 对不对 大家都问交战准则 像说实话啦 这个军机 你已经要用到交战准则了 对不对 现在你的军机 在你的脑袋上 你居然还躺平 对啊 你肉眼都可以看到 人家大陆的军机在你头上 在你那在马祖的头上 这不是在别的地方啊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焦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眼 德国专利焦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